在一处贫民窟 毕临年仅16岁的黑人少年 身中四枪惨死在街道 不过现场却有11个空弹壳 显然凶手射空了好几枪 这一代治安非常混乱 枪支与毒品泛滥 鉴定小哥注意到 后院有两个黑人小孩在模仿枪击 于是赶忙上前询问线索 结果小孩一看见警察就跑 还撞倒了一个垃圾桶 定睛一看 垃圾桶里竟躺着一具儿童的尸体 已经变成了干尸 鉴定小哥连忙通知吉尔 他就是16岁死者的哥哥 面对弟弟的死 哥哥非常伤心 说完利奥转身就走 谁知凶手就藏在人群中 对着利奥就连开树枪 很快枪战停息了下来 凶手也被逮捕归案 杀人过程更是被围观群众录下 凶器也遗落在现场 可以说是证据确凿 枪击案到此了结 见证科开始着重调查垃圾桶里的干尸儿童 根据尸将程度推测 孩子的死亡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 可以明显看出来 他非常的饥饿 沙拉在干尸身上提取到几个毛发 鉴定小哥则在垃圾桶中找到一些灰尘 干尸大概只有5岁 根据X光显示 右肱和肩膀处软骨碎裂 这种骨折是用力晃动孩子所致 是很明显的虐待行为 而骨折的痕迹 应该是小孩死前6个月造成的 他非常瘦弱 憔悴 腹部肿胀 致死原因是饥饿导致的肾衰竭 肝脏脂肪变性 导致酮酸中毒 储存的脂肪用来产生能量 能量被消耗殆尽 最后横纹肌溶解 当肌肉开始分解 就意味着身体正在消化自身 整个过程漫长 且痛苦 这凶手究竟是有多么残忍 竟将小孩给活活饿死 警方在失踪者数据库中 却没有找到孩子的资料 想来也是 一个被饿死遗弃的小孩 又怎会有人替他报案 不过小孩生前遭受过虐待 或许儿童保护组织存有案例 果不其然 莎拉在6个月内儿童被虐待的案例中 找到一张羽干尸完全吻合的X光片 根据资料显示 小孩名叫戴文 今年5岁 最后的住址是一户寄养家庭 唐尼太太就是寄养家庭的主人 然而她却说 戴文已经离开这里6个多月 态度非常坚决 也不愿让警方进屋查看 与此同时 垃圾桶里灰尘的检测结果也已经出来 那是一种廉价的粉底霜 另外在孩子肠道里 检测到一些70年代产的先知涂料 看来小孩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 吃了强灰 而唐尼太太因拒绝与警方合作 被带回了警局 所有寄养的孩子也被送到这里 这些被抛弃的小孩 似乎对外界有很深的敌意 莎拉看着这些小孩甚是心痛 知道这种滋味并不好受 法官和社工根本不在乎孩子的感受 就将他们强制安排与陌生人生活在一起 并且有些寄养家庭并不友好 女孩告诉莎拉 唐尼太太虽然看似严厉 但对他们还算友好 至于戴文 在6个月前就被母亲领走了 另外戴文还有两个哥哥 也曾寄养在唐尼太太家 据了解 小孩的亲生母亲劣迹斑斑 有暴力倾向 曾就因暴力犯罪入狱 出狱后就接走了三个孩子 可儿童组织的工作人员 压根就没有关心过三个孩子的近况 连剩下的两个孩子身在何处都不知道 连想到戴文的死 可想而知两个哥哥的处境也非常不好 好在鉴定小哥 在垃圾桶上提取到一枚指纹 输入数据库后 发现指纹来自一名士兵 据士兵说 他前几天去了一家夜店 那里离案发地不远 当时他找了一位战监女 完事后 女人便让他帮忙把垃圾扔出去 也因此留下了指纹 士兵还表示 他压根就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要是知道是尸体 肯定会选择第一时间报警 很快沙拉和詹姆斯找到了那名战监女 此时他正与客人们交谈 而战监女戴的假发 与尸体上的发丝极其相似 沙拉当即踢取了他的DNA 经过检测 他的头发 与尸体上一根发丝的DNA相符 令人惊讶的是 他和小孩有七对染色体相同 也就是说 他与小孩有血缘关系 原来战监女是小孩的姨妈 孩子的生母因为要外出工作 便把三个孩子托付给战监女照顾 然而他只顾着自己 根本没有在意小孩 就这样戴文被活活饿死 尸体也被姨妈塞入垃圾桶中 当成垃圾一样抛弃 而垃圾桶中的粉底霜 应该就是他装尸时留下的 更令人气愤的是 他私吞了生母寄来的抚养费 把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 剩余的钱还买了一台电视机 就是不愿施舍一点食物给三个孩子 詹姆斯当即将人收押 并搜索了女人居住的房子 最终在上锁的地窖中 找到了奄奄一息的两个孩子 他们因长期营养不良 已经陷入昏迷 证据确凿 这个花枝招展的姨妈 也终于被送入监狱 此时孩子的生母也已经被找到 得知戴文的死 生母非常崩溃 莎拉同情这位生母的处境 但当她把孩子留给 作战监女的表姐时 就应该清楚 三个孩子将会面对怎样的处境 其实有时候 陌生人远比血缘亲人更加温暖 就好比唐妮太太 虽然脾气不好 但好歹孩子能吃饱穿暖